早上好 欢迎回到3月21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敏和 今天多家报纸头版换掉了大选的口味 纷纷在报道雪州一约土地交易案的最新消息 包括新报和前锋报 新海峡时报以及每日新闻 报道指出大马反弹会逮捕了6名关键人物 其中2个人拥有拿督头衔 注查价值大约11亿令吉的土地交易舞弊案 他们9个人和公司大约3900万令吉银行户口也被冻结 接着在中国报头版看出了警察未树立廉政的形象 如今要从收入对症下药 也就是薪水在扣除税务贷款以及债务的工期之后 可以使用的收入如果少过40%的警察 必须接受财务管理辅导 同时严重举债的警员也不会被安排在容易发生滥权 或者是贪污的高风险岗位 新州的头版刊出的独家报道就是行动党南北夹公国阵 安顺国会选区将会派出尼可敏硬看马秀强 对于霹雷行动党主席尼可敏移师安顺国会选区上阵 民政党主席马秀强就表示身为安顺子民的他 已经在安顺耕耘了几十年 所以不管对手是谁他都会面对 不会抛下家园跑到其他的选区去竞选 另外有行动党的消息人士向新州日报透露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尼可敏硬碰马秀强只有45%的胜算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非常难打 同时网络上也掀起了热烈讨论 除了同样惹来华人打华人的批评之外 双方也都有支持者 有人认为尼可敏敢对抗国阵堡垒应该给予支持 也有人认可马秀强这些年来的服务记录 还有安顺人就认为 重点是要真正服务安顺人 这一票由安顺人来决定 换个焦点 英国媒体第四频道踢爆 英国剑桥数据分析公司 曾经渗入大马的选举 并且有影片为征 这段视频是由第四频道的卧底记者 所拍下内容还揭露该公司采取的手段就包括勒索从政者 设下逃色陷阱等等 不过英国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在事件曝光之后就发表文告 否认曾经在竞选活动的咨询工作中使用不道德和非法手段 并且反咬第四频道的报道不是事实的全部 而首相署昨天晚上也发表声明 否认国政曾经聘用英国剑桥数据分析公司来渗透选举 并且指控马哈迪的儿子穆克利才是这家公司的客户 对此穆克利就表示首相署的文告错误和误导 目的是要撇清英国剑桥数据分析公司 在上两届大选跟国政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个城报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